中国今天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 我一直不觉得今天中国 中国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或者说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或者说是个民族国家 我都觉得中国现在还不是 我们还仍然在一个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那是因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我们假如说以这个定义来看 或者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 那它包括很多东西 它不仅仅包括一个领土 一个政权 它还包括很多其他的 包括整个的文明程度 到了现代化的 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 它还包括这个社会很多的制度架构 是不是完善 这些东西都达到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中国仍然还在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中国很多的集体思维 中国政府今天的治国的手法 其实很多都还是前现代的东西 完全不是现代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觉得中国人建立不起真正的国家政策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民族主义这种东西 很多人包括我们看钓鱼岛 那么多人上街 可是我不觉得那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那这种民族主义它就是一时的情绪发泄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大陆基本上 我们现在上大学都变成说留学的预备班 不仅是青年 就是很多人上大学就是为了好好学好英文 然后就考出国 我们大部分 像北京大学很多的系 那个系友会其实都在国外召开 因为全班全班的都在国外 我们培养出很多很多人在 大家就是 这是一种以降投票行为 那么很多国家的人逃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穷 中国有个更奇异的现象 离开中国的很多还都是有钱人 有钱人离开 你就知道说 没有一个真正的全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假如说他要真的有认同 真的有民族主义 那么全国上下像现在表现出来的 那么民族主义狂热的话 你就无法解释 今天中国是最大的这种 大家要离开中国的 就是自己国家人民要离开自己国家 除了像什么 有些利比亚或者哪里 苏玛里什么 实在是因为战乱或者种族屠杀 然后人离开国家一半 那这些因素我们不讲 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就是自己国家人民要离开自己国家 你就这样说 它的国家认同一定是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在哪 显然不在于历史 而我们有完整的过去的历史 也不在于说民族问题 其实我们中国这个国家 94%以上都是汉族 就算把别的族都刨掉 还有汉族还有这么多人 所以它也不是个民族问题 那为什么建立不起一个国家认同 我觉得因为真正的认同 至少以现在取得共识的看法说 还是对价值的认同 就对于你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 是不是真正能体现出 让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活着自由幸福 那么这一套价值 你认不认同 这个认同如果建立不起来的话 那所谓的这种国家认同 都是虚的 就我们叫泥族巨人 就它也许是很强大 但是它脚步一捏的 很容易就倒掉 所以其实建立国家认同 我觉得对价值的认同 才是最重要 如果没有形成全民的 对价值的认同 这个国家认同就有问题 那我要说的是 这个问题在台湾同样存在 在台湾其实同样存在 就是台湾已经 台湾这方面当时比中国 走得靠前 建立民族国家 包括政治制度 已经有一定的建立 可是我觉得 即使包括台湾本土里的 对台湾的这种爱 这是毫无可置疑的爱 可是这种爱 我觉得多少是建立在 我是台湾人的骄傲上 多少是建立在 我为什么是台湾人 所以我才骄傲上 这个差别还是有的 就是我们太多的人 就是建立在前 但就是因为我是台湾人 我就爱这边土地 可是我觉得真正深刻的认同 是建立在说 为什么因为我是台湾人 我就要骄傲 那这里就涉及到很多东西 就是台湾到底体现出什么了 台湾哪些东西让台湾人去爱 那我觉得其中很重要 包括大家也很关心 就是还是价值的部分 就是这个社会 至少想骂谁就骂谁 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这种环境 让大家的人情味也好 社会辩论条件等等也好 它总有些东西 是超越一般的制度 是这个社会的一些价值体系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要把它完善 我觉得这在台湾 都还是有所欠缺的 就是已经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已经完成政治制度的建设 但是在多大程度上 把台湾的这种凝聚力 建立在最共同的 包括像人的权利 人的自由 人的幸福 这些听起来可能够抽象的价值 可是这些东西 有没有成为凝聚台湾人的扭带 我觉得还没有 大家很多的热情是出于 包括对不同的反对党的那种 那这些事情如果真的发生本党 他不见得就那么愤怒了 那这就是问题 就是他的这种情绪 不是建立在对价值的深刻的认知上 而是建立在对国民党的仇恨 或者对民进党的仇恨上 我觉得很多本土情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还不够扎实 所以从这角度讲 大家可能说台湾的认同出现一些混淆 当然因为国际社会都不承认 中国的压力等等 可是我其实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在的 但是是不是其中 也有没有在全社会慢慢形成说 把我们这个国家建立的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我们来共同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讲人权 人的生活观念 方式让人活得有自由有幸福 这是我们爱这片土地的原因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有自由有幸福 而不以免经文说 它只是叫做台湾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从人类更远的未来讲 它确实慢慢会走向大同世界 因为它这都是一些普世价值 就是过去先贤指出的大同世界的方向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最后我们会 慢慢建立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认同 因为最终认同还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 所以我就在看